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仁浦 新冠肺炎的很多病患在感染之后 会造成肺部的发炎 会造成肺部的气体交换效率很大的损害 那这些病患呢 有可能会并发成 它的血氧濃度会急剧的降低 就会造成病患在家里面突然间休克 因为它血氧濃度太低了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人会担心 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去买那个指甲式的血氧机 那一般我们看到市面上卖的指甲式血氧机 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它为什么可以测量 你血液中的氧气的浓度呢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来跟大家做讨论 另外有很多手机的APP 你下载之后 它也号称可以利用手机的侦测 来测量你的血氧 那它的原理跟我们的指甲式的 指甲式的血氧机原理一样吗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 我们的手指上有很多的动脉 那动脉中会有血液 那在我们血液中的 这个血液中的红眼球 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这种蛋白质 那我们人类的血液 可分为冲氧血与缺氧血 一旦你的血液充满了氧气 我们红血球中的血红素 就会跟氧气结合 形成氧和血红素 那氧和血红素的颜色 是比较鲜红色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血液是像 我们的一般的体静脉的 它是缺氧血 氧气浓度比较少 这时候我们红血球中的血红素 它就没有办法跟氧结合 这时候你的红血球中的血红素 会比较偏暗红色 好这是我们对于冲氧血 跟血红血颜色上的区分 那我们在设计仪器时 我们怎么确定你的血液中 是比较氧气比较充足 还是氧气比较缺乏的呢 好我们各位家就研究 血红素跟氧和血红素 它在不同的电子波的波长下 它的吸收情形 我们就发现 如果今天是缺氧的血红素 它在大概红光 或多一或接近红光的区域 大概是700奈米这样的电子波范围 它的吸收风比较高 那氧和血红素的吸收风比较低 可是当你把波长拉大 变成比较偏远红光的 比如说我们的波长 是900奈米以上 在这个地区的话 反而变成是氧和血红素 它的吸收风比较高 那缺氧的血红素 它的吸收风比较低 好那这样的吸收风解释了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事 首先这边这样 这个大概600是偏红光 然后大概700以上就是远红光 那我们先看可见光 整个电子波大概300到600 400到600 300多到600多 大概是我们可见光的范围 好你会发现说 哇我们的这个缺氧的血红素 对于红光吸收比较多 所以它红光反射出来的量就比较少 但是呢 我们的氧和血红素 带着氧气的血红素 它对于红光的吸收风比较低 所以它可以反射出红光 这就是为什么氧和血红素会比较鲜红色 红色反射比较多 好因为缺氧的血红素 它对红色吸收的量比较多 好那这样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一般冲氧血液是鲜红色 而缺氧血是暗红色的 这样的道理就像我们的叶子 为什么是绿色的一样 因为叶子中富含叶绿素 叶绿素在可见光的波长内 把蓝光跟红光吸收掉 就不吸收绿光 绿光就反射出来 被我们肉眼看到 你就看到叶子中的叶绿素是绿色的 那一样的 我们的氧和血红素 它吸收红光比较少 而缺氧的血红素吸收红光比较多 所以红光被吸收掉了 看起来就更暗 所以看起来就是暗红色 而冲氧的血红素就吸收红光比较低 所以反正出来红光多 就是鲜红色 好只是我们今天血氧机是如何来测量的呢 我们主要是透过两种不同的光波长 我们利用LED 一个是大概设定在660奈米左右 就是600多到700这个范围 另外一个是900以上 所以不同厂商 它所使用的那个LED波长不太一样 但是大理上就是偏红光这边 以及比较偏远红光的区域 那这些都接近到已经不可接光的范围 好那透过什么呢 在比较扣近红光区 波长比较小的这边 我们是缺氧的血红素吸收风比较高 那冲氧的血红素吸收风比较低 可是到了波长比较长的地方呢 反而是冲氧的血红素吸收风比较高 而屈氧的血红素吸收风比较低 那我们的仪器透过这几个LED 这两个不同的光波长 照射下去之后呢 就投射到你指头上面的动脉 动脉中就有动脉型 然后它穿过你的手指之后 或是进入反射的方式 由我们的感光器侦测 它就可以侦测大概660奈米 或是900多奈米 它们这些光波 这些电子波的吸收率 然后透过这两个波长的吸收率的程度比较 去算出大概氧和血红素与缺氧的血红素 它的比值是多少 然后就换算全部的血红素 跟所谓的氧和血红素 它所占的比例 请给我写一下 全部的血红素当分母 跟带着氧的血红素 它的比例是多少 这个比例呢 我们就把它换算成所谓的氧气的浓度 就是我们血氧机所出现的 你的血液中的氧和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血氧气去量的手指的时候 它就透过这两个波长 然后对于红光 对于660奈米跟900多奈米的吸收比例 去换算出缺氧血红素跟冲氧血红素 它们的比值 然后再换算出冲氧血红素 它真的比值多少 好 这个比值如果是95以上 就算是正常 一般95以下 就是血氧浓度太低了 因为你的氧和血红素的比例太低 那有可能就是肺脏发炎 让你交换气体的效率下降的一个症状 好 大概是95以上 但是一般健康的人 大概都是97 98 99 所以通常都是98 99为主了 98 99 那95已经算蛮低的 但是我们就 我们就以95% 95%为标准 好 那这个95%如果以下代表氧气太低 氧和血红素比例太低 好 所以这边介绍了 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氧和血红素 在大概700 600到700这个范围 它的吸收的那个吸收率 跟900奈米以上的吸收率稍微不同 然后我们的机器就透过一些公式 算出氧和血红素跟缺氧血红素的比值 再算出你学艺中到底氧气浓度高不高 好 那这以上是我们的那个熟甲式的血氧机 它是如何透过两种不同的电磁波波长的吸收率 去算出我们的氧和血红素的比例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科学家得要知道 缺氧血红素跟冲氧血红素 就是氧和血红素跟没有跟氧血红的血红素 它的对于不同波长的电磁波 它的吸收的程度 吸收的性质 好 那才能做后续的运算 好 同样的那有的人会拿手机 下载一些APP来测量你的血氧程度 它的原理也是类似 就是透过你手机上面的那个手电筒 它虽然放出来看起来是白光 事实上那个白光中也是各种不同波长都有 那我们就透过它把这出来 说有你的镜头去接收 首先接收到大概红方区 就是大概660到700nm 跟远红方区 它的波长的程度 那看手机程度 那有些手机只透过大约660到700nm左右的这个吸收风就推算 那有一手机的镜头更厉害 它如果可以增热到900nm的波长 代表它有办法做更多的校正 但是手机APP 它量出来的精准度 当然不如我们在外面买到的那个血氧机的程度 因为血氧机它就是用两个波长 分别去测量它的洗手率 然后做一些换算跟校正而得到的数值 所以我们手机下载APP只能做参考 如果真的要了解你的协议中的氧气浓度 最好还是去买或去找医疗院所的这个血氧机